持續來關心到的是民用黨主席柯文哲呢 被控是利用土力精華層提高容積率一案 持續的被調查當中 那麼昨天晚上呢 檢方提起聲壓禁見 今天一早民眾到北檢外頭嗆瞎說 這根本是選擇性辦案 六十八年的市民的經驗裡面 最有效率的一個市長 而且最不貪污的市長 我表達公民的反對 公民的不服 我們不要賣 我們不要賣 台北低檢署 你今天要秀出 把柯文哲壓起來的原因 不然的話 不可以 我反對 公民反對 大哥你覺得這是一個政治司法嗎 這是一個 選擇性的辦案 不應該 台灣不應該在 二十一世紀還這樣做 此案前立委陳學勝 特別針對了柯文哲的兩個舉動 認為柯文哲不止呢 是將自己侷限在司法攻防當中 他還特別提到說 柯文哲從離開家門定調是第一次在野黨領導人 被執政當局的不公對待 到寧可被逮捕 也不要夜間偵訊 這兩個舉動 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政治面上呢 正在續集反擊的能量 不過小草買不買帳呢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然針對金華城案 台北市前市長柯文哲 檢方是向法院針對了他違背職務收賄 以及圖利等罪來升押禁見 台北地方法院預計呢 在今天可能中午或中午過後的時間點 會來開擠壓升押庭 那麼律師林志群就在臉書上面呢 PO出了 112年度律師刑法刑事訴訟法考試題目發現 怎麼有雷同的情節 上面呢寫著阿伯都照題目劇本走嗎 有這個感覺林志群呢就說了 柯文哲一度表示要回家 檢察官當庭逮捕律師申請提審 而法院駁回地檢署呢 昨天下午繼續的來開庭 繞了一圈回到原點浪費12個小時 在地檢署跟法院律師費的話呢 這個一個小時喔 1到2萬塊錢 如果用1萬5來計算的話 阿伯這一次任性的代價是18萬塊 還增加了自己被升押的機率 因為前面的提審如果被駁回後面呢 就會被認為這個生涯機率真的是蠻高的 那麼林志群也特別說了 其實從前天開始柯文哲有幾個選擇 卻選了一個最不好的選項 好處沒有 但是呢壞處恐怕是非常多的 大家來關心的是 總統府公佈了大法官的提名名單 副院長被提名 姚李明被稱說是政治變色龍 從政經歷新黨倒扁 幫助柯文哲入主北市府 批評民進黨是垃圾 再到2024擔任賴清德競選總主委 是最爭議的人選 時事評論員張宇璇就說了 姚李明是超級大顆黑 擔任司法院副院長 會讓人覺得是不是就是要處理柯文哲呢 讓司法公信力是大打折扣 但不給位置 姚李明可能會變成賴黑耶 賴清德呢是想要戒刀殺人 那麼藉著立法院公選 把姚李明出拘而後快 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 期間捲入了金華城弊案 現在傳出了檢察官掌握了柯文哲夫婦 有上百萬不明金流交代不清 對此民眾黨立委黃珊珊呢 臉書發文痛批說 偵查不公開問號 700萬跟170萬 消息來源才不明呢 各種獨家假消息是縱容放話 還是想要為審先判罗之入罪呢 許多網友也留言說 綠色恐怖的時代來臨了 另外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週刊爆料說 有這個700萬元財產來源不明 民眾黨的秘書長周一修呢 早上在黨部的時候被問到這件事情 反問應曉威拿了4500萬 一個市長拿700萬 你們相信嗎 還忍不住舉起拳頭錘門 另外來看到是呢 柯文哲因為遭到了生涯禁見 外傳檢察官掌握了柯文哲 陳佩琦夫婦上百萬的金流交代不清 那至於金額 到底是170萬還是700萬元呢 還是沒有被證實 律師柳衛婷就說了 究竟錢從何而來有無收到匯款 將會是檢方查證的重要資訊 目前比較新的一個資訊 就是昨天晚上大家在提到 所謂的1700萬跟700萬這事情 這有可能成為一個關鍵嗎 的確有可能 關於這個170萬或是700萬的部分 首先我們要說明就是說 到底這個錢從何而來 那這目前還是一個調查的狀況 因為包括陳佩琪 有陳佩琪的說法 包括檢方可能有檢方說法 柯文哲有柯文哲說法 所以在這狀況還需要去驗證 只是在這個案件當中 我們看到一開始辦金華城 我們只能辦到的是 涉及到圖利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只能看到的是 是不是特別有利於金華城 給予他高額的容積獎勵 但是究竟為有何原因 例如說是否有收到金華城 相關部分的匯款 這部分是不知道的 所以金流跟有收到匯款這件事 變成是檢方要查證的一個重大來源 重要的一個資訊 那現在看到 可能有一個七百萬 或者是一百七十萬 究竟是不是這個匯款 或甚至有沒有可能 來自於其他案件 或其他事情而來的款項 這部分可能都影響到 有沒有成立貪污自罪條例 這個部分 所以也是警方要釐清的一個重點 柯文哲遭到聲壓禁見 民眾黨發起號召集令 那麼在北檢外面 大家一起在聲援 現場的人也逐漸增加 就在小草喊口號的同時 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長張嘉皇 舉起了第一次違法的警告牌 但小草們並沒有理會舉牌 繼續劃殺 警方的部分 其實如果到了第三次舉牌的話 是可以進行驅離的 那麼另外呢 包含了網紅館長陳之翰在內呢 稍早陸續呢 是有人送來了物資資源 擔心小草們中暑 準備了30箱的飲料 35組的瑜伽墊 秀套跟洋傘 陪著現場的支持群眾 持續奮戰 很多人呢 就關注到了愛麗莎莎 為什麼 因為她過去曾經公開的表述支持柯文哲 那麼很多人都說了 奇怪了 阿伯出事了 你怎麼沒有出點聲呢 好 稍早說她透過限時動態發聲了 她說 只希望在台灣的一切安好 而在柯文哲晚間被聲壓禁見之後 她再度發了一個全黑的現實動態 配上了一個碳氣的符號 疑似是在隔空回應柯文哲的事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她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要注意選擇 我去看你 那是誰 你不是說我